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节目 这一期节目是一个关于交通发达的问题 交通发达是非常普遍 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的问题 但一般的是有关停车什么之类的 今天讲的这个是关于这个carpool内 新老司机都需要注意 了解这个问题可能会帮助你将来 节省至少490块 以及其他的一些烦恼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高速路上走的时候 经常有一个牌子 就是这个共乘车道carpool内上头 它标示的时间就是早晨5点到9点 下午3点到晚上7点 那么这是典型的上下巴的高峰时期 那么你的车上一般来讲 是两个或者以上的人 你就可以走这个carpool内 这个规则它不停的在变 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就要三个人等等 这些我们暂且不管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被这个习以为常的这些标志 或者这些概念所包围 那么你的脑海当中会自然的形成说 是不是所有的同样的这个carpool内都是这样的规则 其实不然最近我就因为这个吃了一张发达 非常惨痛的教训被罚490块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块标牌呢 就是在这个我们的92号桥 从这个黑味的往这个San Mateo那边开 就是东向到西向的时候 它有一个carpool内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标牌 跟这个其他很多高速公路上立的牌子呢 差不多 它的限制的时间呢 是早晨5点到10点 下午3点到7点 这个时间的 那么你的车上需要有两个 或者更多的人才可以走 其他的时阶段呢 任何人都可以走 那么同样的也是在这个92号桥 接880的这个上头 而且是在这个交接的这个辅道上头 那么它也有一条carpool内 那么因为在这条路上呢 总跑总跑 而且非常明显 所以呢就认为 所有的地方都是同样的规则 所以呢这一次 在从这个92号桥 由这个西往东的时候 在880的路上 大家看到这块牌子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很多人应该都走过 从92接880上去的时候 往北去 从这个往奥克林顿的方向走的时候 有一个转接道 那个地方呢 就被这个警察拦住了 很多警察那天在那里执勤 抓了很多车 很多人都吃了发单 经过细致的了解 我们下面呢 接着来跟大家探讨 这里我们补充说一句啊 就是刚才跟大家展示的 在这个92号桥上 就是从东往西 进入那个收费口之前的路上 找出来的这个 谷歌街景上的一个 靠谷内的这个时间的标示 它的早晨是5点到10点 不像平常的很多地方是5点到9点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发单的原因呢 我还从来没有注意到 它是5点到10点 一只脑海里就想说 靠谷内就是早晨5点到9点 下午3点到7点 其实不然 通过这次才发现 它还有一个细微的区别 我们现在继续从这个 92号呢 转接到880 那么现在 往前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还有一块小牌子 有这个Copernet的这个 零星的标示 那么这个小牌子呢 平常也真是没注意 因为到那个地方呢 你想着只要是5点到9点 然后下午3点到7点之外的时间 那么就是open给大家的 都可以走 那天呢也是非繁忙时间 然后走到这里上去了 然后被这个警察抓了 其他很多司机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后来通过这个谷歌街景 细致的去查 大家就发现 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通过这个谷歌街景呢 一点一点的把这些牌子找出来了 大家仔细看 这个供程车道呢 需要两个或以上的人才可以走 下面注意24小时 就是说任何时候 你都需要遵守这个规则 除非他标明 说几点到几点 几点到几点 除此之外的 即使他没有写这个24 hours 那么这个工程车道 就是24小时有效 所以其他的 你的车上只有你自己 那就绝对不可以走 这个图片呢 也是我们从谷歌街景上挖下来的 也是101上头 大家看到还是老的这个传统的 carpool lane的时间 什么两个人啊 什么早晨5点到9点啊 下午3点到7点啊 现在呢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很多路段呢 加州都被改造成了 express lane 就是快捷道 以前的carpool lane 他们换了一个名词 如果你是三个人或者以上的 你是免费 如果你是两个人或者一个人 你还走这个道 你就需要交钱 一段一段的交不同的钱 而且他的限制时间 是从这个早晨的5点 到晚上的8点 就是基本上全天啊 你都不能走 所以大家务必要小心 上面呢 跟大家乱七八糟的 讲了一通啊 可能有点乱 但是呢 都是我们平常可能 不太注意留意的地方 一旦这个犯了这个错误呢 代价还是非常的昂贵的哈 现在来看一下呢 这个法单 法院送来的 看到没有 罚款489 违反的这个条款啊 CVC 然后这个三个型呢 是21655.5 还有一个括号 括号里头还有一个小B 其他的时候开A啊 什么之类的 乱七八糟的 还是不是很清楚哈 但就这个而言呢 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交这个罚款呢 有很多方法 所以这些罚呢 就是要钱嘛 你可以付在网上 可以电话 还可以寄支票啊 等等 还可以到那个法院去付 我们就不细说了 大家知道呢 就是这种交通发单呢 它重要的还不是这个 发款本身 而是说呢 它是不是会影响到 你后续的保险 如果影响到你的这个 汽车保险的话 它是很多年啊 我听说要影响七年 什么什么之类的哈 而且涨很多啊 涨七年等等啊 他现在呢 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资格啊 去上交通法规 交这个罚款 那么就不影响 你的这个记录 他会把你的这个记录呢 在法院是保密的 康菲登小 不送到这个DMV去 DMV就不知道 所以呢 就不会影响你的保险 你是不是符合这个 上交通学校的资格呢 取决以下几点 你要自己判定你符不符合 就是说 过去十八个月啊 你有没有啊 吃到过这个Ticket 如果没有 那OK 第二条呢 你如果是超速的话 是不是超过了25麦啊 或者更多 如果更多就不行了 比那个标的这个速度 比如说限速50啊 你搞了一个80 那就超过25了 对吧 不行的 第三条呢 这个是一个 Driving in的Wirelation 就是说你是在行驶当中 就开车过程当中的一些违反 下面一条呢 你不是开的这种商业的车啊 或者再有这种威胁物质等等 第四条呢 你要有有效的这个驾照 符合这些条件呢 你才有资格去上他们指定的交规学校 上完这个交规学校以后呢 你当然他还有说要交75块钱的处理费 交了这些钱 完成了这个交规学校的培训 那么你的这个记录啊 就被他们保密了 不影响你的保险 这个呢 是这个法院交通法庭来信的背面啊 就是说你有这个血项 你认罪 或者说你不反对他的这个发单 那么你就写上我认罪 然后呢 你这个发单呢 你可以一次全部付 你也可以说以后六十天 把它付清 还有每个月付一些等等 还有参加这个义工劳动 什么之类的啊等等 然后呢 就把你的这个事情解决掉 这是第一个选项 还有下面第二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呢 你就是说不认罪对吧 就是说我你要去抗辩 那你要有这几种方式 一个呢 就是说你是要进行这个法院的审理 有这个你要不交钱的 就是不交这个备偶的这种方式 还有呢 要交这个备偶的方式 还有这个通过这个写信 这个来进行这个审理的这种方法 这个呢 要大家仔细看 可能会要咨询有关的律师等等进行处理 而且这个过程呢 也很漫长 所以呢 大家要对这个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通过上面的这个介绍呢 大家知道哈 这个交通发单呢 的确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一件事 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以一个真实的案例 让大家呢 对这个Copple Lane的这个规则呢 有所了解 也希望呢 大家借此机会呢 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交通规则 避免违规 避免被罚款 避免呢 被引起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欢迎订阅 我们呢 会有很多啊 这些关于生活的经验啊 跟大家分享 好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